這個小粉底液 本來就已經只有兩塊美金了 打完之後 0元耶 Hi 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上禮拜感恩節 我這個手是跟他學 看一下上禮拜那個影片 有沒有 上禮拜感恩節的影片 有看的話就知道 沒看的話現在暫停回去看 我們等你開始 看完了齁 很好看對不對 我也覺得很好看 大家都知道 那感恩節最後一個part 就是黑舞 這支影片的重點就是跟大家講 如果你真的想要買什麼東西的話 黑舞買 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感恩節 所以也是我們第一個度過的黑舞 那大家都跟我們說 應該要趁現在這個時間點 把你所有需要的東西都買起來 我們一直都有點懷疑 就想說能多便宜 不過就是打折嘛 打折還是要錢啊 怎麼可能不用錢 真的有打到不用錢的 我之前其實有做一個調查 就是我有發在instagram上面 然後就有詢問大家有沒有想要知道 到底黑舞的折扣到底有多瘋 然後這個折數到底有沒有值得瘋 我們一起來看 好黑舞呢 它其實是一個為期一段長的時間的活動 它所有的折扣是滾動式的在調整的 它並不是說你在某一天買 你就一定是最便宜的 很有可能你當天下單的狀況 它並不是最好的折扣 從黑舞的前一周 其實所有的店家就已經開始放出很大很大的折扣 在網路上面就可以看到 開始大家會狂激性給你全面七折 甚至有的會跟你說全面五折 有些東西確實應該那個時候強 比如說鞋子類 它有可能會沒有尺寸 如果你的腳是大重尺寸的腳 你可能沒有辦法等到最好的折扣的時候買 因為大家的腳的size都跟你一樣 那你如果一直等一直等 很有可能你想要的那個東西就沒有了 所以在還不錯的折扣的時候 我覺得就可以下手 可是如果譬如說保養品類的東西 或者是沒有尺寸相關的東西 譬如說廚具 或者是日用品 蠟燭 這類的產品 你就可以等黑五當天 或是黑五過後 就會是最好的折扣的時候 這個是網路上面 實體上面呢 相信大家有看到上個禮拜的影片 Outlet其實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就知道 Outlet的折扣是完全不一樣的形式 那我等一下就一一來介紹 是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先來講 我在網路上面買的折扣好了 就先從黑五前開始 黑五前呢 我有講到說 為什麼我選擇 還沒有在黑五折扣最多的時候買 因為我今年年底的時候 又要去一趟就是會很冷的地方 為了防止我自己被凍死 所以我就決定在折扣還沒有那麼多 但是比平常的已經便宜一點的狀況下 我就先買了 這個 North Face的羽絨衣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羽絨衣這個東西 如果你是真的羽絨的 然後夠保暖 這種它其實價格都不便宜 它在美國的原價是500塊美金 一般來說 其實我根本不會花這樣的錢 去買羽絨衣 剛好遇到黑五 就想說那我要來等 等到好 這一件我下手是350塊 對我來說是很可以接受的 事實證明就是我當天到了Outlet去的時候 我也有去北列 我就沒有看到這一件 所以如果你想要到現場的Outlet去看 或者是實體店面去看的話 也有可能實體店面 跟你在網路上面看到的折扣是不一樣 所以要選就是什麼東西來買 真的很看你的運氣 或者是很看你自己的眼光準不準 那這個超級難的 我也還在學習中 所以這是我這一次買到的第一個產品 你覺得划算嗎 划算 這真的還不錯吧 因為它很實用 在網路上面買的時候 我一併還買了TOMS的鞋子 那TOMS的鞋子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在台灣一雙是大概2000塊左右 我不確定現在有沒有調整價格 現在多少錢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說 因為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就像我剛說的 如果你的尺寸 腳的尺寸 你是大重腳 鞋子可能會沒有尺寸 所以我就先把我的 需要的尺寸買下來 TOMS的鞋在美國一般的狀況 大概50塊 它的折扣真的非常非常的驚人 當然它都沒有什麼花色 它都是素面的 一雙的價格是 12.97塊美金 12.97塊美金等於是才 370塊台幣 這是0.24折耶 不是0.24折 24折 25折 25折 對 等於是25折的價格 買到一雙300塊的鞋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非常划算 好 之後我就到了Outlet 所以 到了Outlet之後呢 其實我有幾個重點 主要主攻兩個地方 一個是North Face 一個就是保養品 那我先來介紹我在North Face的實體店面 搶到什麼東西 剛剛我有說到 我在黑五前的時候呢 拿到的折扣是大概75折 實體店面當天黑五的折扣是 全面7折以外 整家店你所有買到的東西 整單在8折 所以也就是比網路上面你買到的 再打一次折扣 所以當天去Outlet買 有沒有必要 抽有必要 我真的強烈建議你去Outlet看 因為在Outlet 或者是實體店面 他們通常會有 額外的實體折扣 好 那我給大家看這個 我年紀的時候有計畫要去滑雪 那滑雪就是很冷嘛 所以我就必須要在滑雪衣的裡面 穿一些保暖的衣服 基本上機能型的衣服價格都偏高 我來看一下這件多少錢 裡面是有這種 Fleece的層 然後外面是防水防雪的 這一種的 你猜到多少錢 179 原價嗎 這一件的原價是 149美金 以這一件來說的話 你願意花多少錢買 110以下 我這一件買59.6 What 所以原價4500的東西 我花了1800塊就買到了 這很划算嗎 所以實體店面就還是有它的好處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需要搶好貨的時候 超級 就是建議可以去Outlet 把需要的日用品全部都搶起來 什麼時候去有差嗎 早上下午去有差嗎 需要一大早去排隊嗎 需要 我覺得 我們是不是要跟大家講一下我們失敗的例子 我們一大早沒有起來去排隊 導致我們到North Face的時候沒有東西可以買 尺寸都剩下2XL或3XL以上 你是不是還有想要買一些outdoor的 我想買睡袋 睡袋 完全沒有這個東西 它有出現在那個店裡面 但是已經被搶光了 然後手套也都沒了 反正強烈建議大家如果你想要去美國的Outlet 想要在黑屋買東西的話 還是要一大早就是起個早 然後去排隊 應該講說 如果你已經有心理想好 就是你必須要的款式 其實我還是建議你就有折扣就可以下手 因為如果等到Outlet 你其實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產品 跟會不會有這個尺寸 如果對你來說它就是可有可無 不影響你的生活的 那我就覺得你可以去搶啊 那下一個就是 我先講到運動用品類好了 Nike跟愛迪達還有UA 三家的隊伍都非常的長 運動用品啊戶外用品啊 這種都會是大家排隊的重點 我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Nike 我記得是整家店七折 你聽到整家店七折 你可能也覺得還好 但它的整家店七折是包含 它已經黑五特價了 然後在所有店裡面 你看到的 已經劃掉的標價之後 然後再七折 所以如果你已經挑到特價品 然後你再七折的話 其實就會還蠻划算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這一雙是 你說這雙是什麼 Air Force Air Force的鞋子在台灣是賣多少錢啊 至少全白的話3300以上吧 3300哦 這一雙的原本原價是120塊美金 大概3600塊左右 打完折之後 這一雙的價格是 76.99 2300 所以它從3600變2300 現省1200 對啊 2000多塊買這種有花色的Air Force 我覺得2000多是我還可以接受的價位 好 愛迪達 我沒有買東西 我們請喬伊來分享一下愛迪達的展況 愛迪達的話 它其實整間店是 10億中 整間店折扣跟Nike一樣 其實進去排隊 大概排30分鐘快一個小時 等比較久的是結帳 因為大家都人手一合 那我沒有買什麼 就是像這種T恤就很便宜 大概10塊吧 比較特別的是 T恤就是 就是愛迪達 Original這雙鞋子 那它通常都不會再打折 因為這種經驗款就是這樣 那但是它 它原本是80塊 打完折是49塊 所以有人說 啊 這種鞋子不嫌多 因為 49 50 它這樣 這個才1500 嗯 真的很值得買 對啊 啊 同樣這雙鞋子 網站上賣59塊 就一樣那個時間 因為我在排隊的時候就去看 那現場是賣49塊 然後 大家都知道來美國買扣全便宜嘛 分享一下這個 我覺得買到還不錯的戰利品 就是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呢 其實就是蠻素的 我覺得我自己蠻需要一個這種 大的 可以上肩杯的這種杯包 然後來上班就 然後我覺得我也 值得今年就是買一個包包給自己 它是全皮的 這個包包 有時候我跟你說 欸 我買了一個新的包包 你看到它你覺得多少錢 是你可以接受的 包包喔 180 180塊 台幣 美金啊 這個包包原價是 350塊美金 1萬出頭 所以它本來1萬出頭 你要猜我買多少錢嗎 180 我買 99塊 全皮的大包包 我自己覺得很划算啦 所以一樣 如果有時間可以去Outlet的話 還是推薦大家去 如果你不趕時間 然後你想要去體驗一下的話 99塊 可以買一個包包上班用 我覺得很OK 今年一整個黑五 花最多時間在研究的一個東西 問巧克力就知道 大概都到半夜兩三年不睡覺 太過分了 用電腦擦 然後比價 然後做了PDF檔 就是一個表格 價格 什麼東西在哪裡 什麼比較便宜 然後擦多少錢 那樣 我真的是一貓一貓去損 因為我來美國之後 我其實都沒有 好好的買我的保養品 因為剛搬來的時候 開銷就很大 既然黑五有比較好的折扣 我就可以把 之後要用的保養品 可以一次把它囤起來 然後我就可以一整年 不用再買 所以呢 我就要發揮了我工作專業的部分 進行了比價 你要幫大家揭開序幕嗎 好 準備好了嗎 我沒看到你們點頭 準備好了嗎 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因為這個是我花最多時間 跟心力研究的地方 我想要跟大家就是 比較仔細一點講這個部分 因為我真的花了非常多時間研究 我先說我整個保養品類的重點 我想要買的就是小中瓶 那小中瓶 我之前就耳聞在美國買很便宜 可是是黑五的時候買很便宜 所以我就做足了研究 到底還沒有打折之前是多少錢 然後打了折的時候是多少錢 打折錢其實一瓶的價格大概就是三四千塊台幣 我自從黑五開始之後 它就不斷的有那種證價品 然後再送小莫數的旅行組的 那我的做法就是我會把所有的莫數全部加起來之後 然後用總價下去看 那哪一個的莫數平均價格最便宜 它應該就是最好的組合 那我是以這樣的方式下去做篩選的 所以在網路上面 也就是我剛說黑五的那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已經先下了一單 是把我認為我自己研究出來之後 覺得最划算的小中瓶的組合 先掃了一遍 那就像我說的 我不太確定outlet跟網路上面是不是有價差 因為我自己心的想法是說 如果網路上面是這個價錢 那實體店面也是這個價錢 大家幹嘛去排隊 大家都沒有必要去排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去搶啦 所以我自己的推測就是會比較便宜 但是我不知道會多便宜 然後我也怕我搶不到貨 所以我就先在網路上下了一單 當天呢 到了outlet之後 我就直衝雅思蘭黛的這個company store 去掃了這些東西出來 好我必須講 company store呢 它其實非常的有技巧 它的東西全部都是原價 也就是說網站上面的價格可能是已經特價 然後再打折 那company store裡面它的正價品 也是原價 然後再打折 打下來之後其實並沒有比較便宜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些小的組合組 舉例來說 這個在官網上面 原價是15塊 不論是店面還是網路上面都是15塊錢 網路上面給的折扣是30% off 那實體店面是怎麼樣 30% off之後 整家店所有的東西 再30% off 也就是這個東西先7折 然後整 單再7折 那當然會 7折在7折 但是多少折 會不知道耶 7乘7 我數學了 只有兩幾分 但是我知道打兩次折 就是一定比打一次便宜 這不是廢話嗎 所以啊 那所以既然是廢話就是 這是架上唯一的東西了 我全買了 除了我 一定是大家也知道 不然架上怎麼會只剩下5盒呢 這個就是小中瓶跟眼霜組 我開給大家看好了 呃 所以我會需要很多這種 小容量的 這樣的組合 我覺得超划算的 兩個基本上就不用再帶其他東西了 就是保養品就夠了 這是幹嘛用的啊 這就是臉的精華液跟擦眼睛的抗皺 你不知道女生很辛苦嗎 你塗完精華液你還有什麼 你當然還要擦乳液啊 擦乳液才不會臉乾 那你塗精華液的用力是什麼 皮膚會比較好啊 那為什麼不擦乳液 因為乳液的功效不夠啊 那它不能坐在一起 因為坐在一起就 就像你東西煮在一起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吃啊 不是每一道菜混在一起都會是好吃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這個菜它分開煮會比較好吃 是這樣比喻嗎 它分開用效果會比較好 就是不一樣 不理解的男性朋友 好 那我剛剛就講到說乳液 我自己也是果冥肌 所以我其實非常喜歡用倩碧的乳液 因為它沒有香精 然後也很溫和 沒有其他的成分 它就是保濕 我就在那邊看到了這個乳液 它也有出這種旅行瓶小的 我看到這個小瓶的乳液的時候 我真的是超興奮的 我就把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把 就是這兩瓶我都買下來 然後這樣我出差的時候就可以用 那我現在想要來跟你們分享幾樣 我在那邊買到超級划算的東西 有兩樣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拜託你們一定要去Outlet 就是不要懶惰 一定要去 因為我真的是很慶幸很感謝 我自己有去排隊好嗎 第一個就是 亞絲蘭黛這個 眼部精華 就是這個 這個精華 它的這個精華 是正價品喔 就是 是正常尺寸的 不是什麼 旅行族尺寸 它是真正的 就是你在專櫃上 會買到的 正常尺寸的 不知道台灣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知道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這個東西在美國 本來的正價 完全沒有打折的時候 然後一瓶是賣70塊美金 所以大概是2800塊一瓶 眼部精華2800 其實我本人是可以接受的 我並沒有覺得說 我覺得是合理的 眼部精華眼霜這種東西 2800 還OK 你們知道打完折變多少錢嗎 17.5塊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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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划算 它本來70 變成 17.5 這真的是不買 那對不起自己 再來 因為我是有在化妝的人 所以 我自己 就需要一些 比較好的 打底品 像我自己的習慣是我的 底妝類的東西 我都會喜歡用 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不一定是開架的 那其他的我可能就會 隨便買 就是看我喜歡什麼 我想要講的這個也是 我一直都很喜歡的一個牌子 叫做 Hangover 那我以前呢 都是在Sephora上面買它 我其實不知道它是亞斯蘭帶的 但是我就是剛好這次打折的時候 我有看到它 看到它也是在那個特價的打折區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以前沒有很常買 是因為我覺得它偏貴 我有點買不下去 因為它這樣小小的一盒 就這樣而已 像 跟我的手掌一樣大 它這個下面都是頭而已 所以它其實只有這一段 它這樣子要37塊美金 1200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它偏貴 我就買不下去 但是它確實很好用 它是用椰子油 所以它很香 然後又有很夠的保濕力 但是我就 之前一直沒辦法買 但是我發現它在特價區打25折 原價37塊 我買7塊錢 這樣一條280塊台幣 我覺得很OK 那大概買的東西 最划算的就是這幾個 那其他我當然還有買一些小東西啊 比如說 AVEDA也在他們家的那個打折商品裡面 像粉底液啊 小包裝的 這個超值得講的 我開頭有說 反正再怎麼樣花錢 再怎麼樣打折 都要花錢 總不可能打到不用花錢吧 這個小粉底液 本來就已經只有兩塊美金了 打完折之後 零元耶 這是買到賺到 這就是不用錢啊 根本不用買 好 反正就是這樣 那我大概買的就是這些 那最後最後 為什麼我還覺得很划算 就是我除了收到這些打折之外 他還送了兩個禮物給我 一個是倩碧的洗臉凝膠 這個產品非常安全 不會出錯的洗臉的東西 他沒有香精 然後沒有任何的添加物 然後他也沒有多的功能性 他就是一個洗臉凝膠 那他給他們大罐的正價品的大小 我自己是覺得蠻好的 另外一個是他送的 我覺得超棒的東西 亞斯蘭黛的眼霜 真正的眼霜 不是剛剛的精采喔 是眼霜本人 送了一整個眼霜給我 他送真正的眼霜耶 大家 真正的眼霜 我真的覺得很划算 所以再次 拜託大家 如果有時間 黑霧可以去Outlet的話 一定要去 好嗎 好 那我大概就是分享到這邊 其實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到貨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分享給大家看 如果之後收到貨了 我可以再補一些照片在後面 然後給大家看看 總之呢 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之前其實也對著黑武 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想說他到底能多厲害 現在證明給大家看 黑武真的還蠻厲害的 大家理性消費 如果你有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這些保養品 是我自己覺得我有需要的 數量我也是買 我覺得夠的數量 然後買一些這種雪衣啊 就是我必須使用的使用品 我真的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在黑武的時候吧 必須平買漆 然後抱著一個感恩的心 畢竟是感恩節 那關於這次一整趟去這個Outlet 你有沒有什麼想補充的 除了早點去之外 停車要有點耐心 因為會塞爆很多人 然後很難停 然後到處都是車 他們有空位就會提進去 那我自己後來採取的方式是 與其就一直繞一直繞 因為你也不太能繞 因為大家都塞著不動 我是在一個地方 我就停在那邊等 然後剛好等到有人走過來 因為會有人來去去嘛 有人走過來把車開走 我就去停他的位置 會比一直繞還要快一點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我可以再把我們去的Outlet的連結放在下面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Outlet還蠻適合 這種時候去逛的 那一樣就像喬一樣說的嘛 我覺得早點去有必要啦 我們明年應該就會 先這樣說好了 明年還要去嗎 我是不是想去啦 你要去嗎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划算耶 你看著這個 我可以送你去 這個 70塊變17塊 明年有沒有人要一起來 沒差去的 我可以再你們去 我可以再你們去 不一起去嗎 好 走 好啦 再說好不好 總之我是覺得很划算啦 我是覺得 我再好好的說服他 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謝謝大家 感謝你 感恩 再會 記得 按讚 訂閱 小鈴鐺 拜託囉 掰掰 掰掰 我們 tenth 我們结束 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 結束